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天深夜 一位年轻的男子匆匆从公司聚会上溜回家 男人名叫汤姆 他和自己老板的妻子贝尔有染 汤姆到家没一会儿 贝尔也来到他家 释放完荷尔蒙之后 汤姆去浴室洗澡 贝尔则听到窗外传来奇怪的声音 他来到窗边 恰好目睹一个男人正在施暴 他从背后死死扼住一名短发女子的脖子 贝尔吓得大声呼叫汤姆过来看一看 并砰的一声打开了窗户 这声响惊到了施暴男子 他回头看了贝尔一眼 然后落荒而逃 受害者也因此脱险 汤姆和贝尔都以为这件事就这么有惊无险的过去了 谁知第二天 媒体报道了一起凶杀案 就在距离汤姆家不远的一处街区 出现了另一名女性死者 死者被人从背后打晕后 遭受了侮辱和杀害 贝尔有此怀疑 凶手就是被他吓跑的那名施暴男子 很可能在施手之后又换了一个施暴对象 由于当时正和汤姆投情 贝尔不方便承认自己是目击证人 所以两人商量决定 由汤姆向警察局提供线索 汤姆并将贝尔描述的凶手特征 悉数转告警察 嫌犯个子很高 似乎还留着一头棕色短发 警方很快就抓回来几名嫌疑人 汤姆被叫到警局辨认凶手 他发现其中一位棕发男子很符合贝尔的描述 但由于不是真正的目击者 汤姆犹豫了 最后只好含糊不清地表示自己认不出来 跟他一起辨认凶手的 还有一名名叫丽莎的短发女人 丽莎就是贝尔那晚看到的女受害人 可由于丽莎是被凶手从背后攻击 她根本没有看到对方的脸 所以也同样无法辨认 警局只能将抓到的几名嫌疑人当场释放 随后汤姆悄悄跟踪棕发男 确定了对方的住址和工作地点 第二天 他带着情妇贝尔悄悄悄去辨认那人是不是凶手 可是贝尔也无法确认 最初的新鲜感过后 他对找到凶手这件事已经完全没了兴趣 也不想惹祸上身 可是汤姆担心凶手还会继续行动 在正义感的缺失下 他开始跟踪纵发男 希望能够找到猪死马迹 证明对方就是凶手 一连两天 纵发男都很正常 第三天晚上 对方来到一间酒吧 开始观察酒吧里的女人 仿佛是在挑选猎物 很快 一名近发女子引起了纵发男的注意 那女子似乎喝多了 站在桌子上热舞 成了整个酒吧的焦点人物 汤姆发现 纵发男一直阴森森地盯着对方 这时 酒吧服务员不小心撞到了汤姆 洒了他一身酒水 就在汤姆低下头清理衣服的时候 纵发男突然消失不见了 几个小时后 金发女子就遭到了侮辱和杀害 作案手法跟前一个受害人一模一样 汤姆得知消息后 立即赶到警局报案 并指认纵发男就是真凶 警方有些奇怪 为何汤姆此前没有认出凶手 反而现在来报警 不过只要能破案 他们也不想纠结太多 经过调查取证 警方查到 案发时 纵发男确实没有可靠的不在场证明 然而 他们也找不到更多实质性的证据 为了尽快破案 警方要求汤姆在法庭上指认凶手 汤姆听完有点懵逼 毕竟他这个目击证人是冒牌的 他想说服贝尔跟警方说清楚 结果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贝尔只担心 丈夫会不会发现两人的私情 汤姆只好硬着头皮站到法庭上 结果没说几句话 就被纵发男的律师问住破绽 因为汤姆近视 平时都戴着隐形眼睛 案发的时候是凌晨两点 室外只有昏黄的路灯 汤姆声称 自己是睡到半夜被吵醒 可一个近视的人 匆忙之间又来不及佩戴隐形眼睛 在昏暗的环境下 怎么可能看见凶手的样子 律师当场做了一个实验 成功证明汤姆只要摘下眼镜 百米之内人畜不分 最后他的证词被法官驳回 纵发男也被当庭释放 这事之后 纵发男就盯上了汤姆 原来他真的就是凶手 凶手发现 汤姆在坐镇的时候 一直焦虑地盯着 旁听席上的一个女人 两人似乎在用眼神交流着什么 这个女人就是贝尔 凶手认出 对方就是当晚 自己回头看见的 那个真正目击者 他立即想通 汤姆的证词 为什么会漏洞百出了 因为真正的目击者 是这个女人 而非汤姆 凶手开始思考 如何神不知鬼不觉的 杀人灭口 就这样 危机一步步向贝尔逼近 另一边 汤姆也感觉焦头烂额 因为他几次 都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 跟警方和法官说话 吞吞吐吐 警方开始怀疑 汤姆就是凶手 之前主动报警 也是在贼喊捉贼 掩人耳目 汤姆既委屈又无奈 自己明明是见以勇为 结果却被当成了凶手 又过了几天 他发现 情况对自己越来越不利 警方开始深入调查他的信息 几起案件发生的时候 他不是忙着偷情 就是忙着跟踪凶手 下好都没有不在场的证明 汤姆只好再次打电话 求助贝尔 希望他能去警局说明情况 可是对方依旧只关心自己 再次拒绝说出真相 看来 路水夫妻真是情笔纸薄啊 汤姆已经走投无路 他来到老板和贝尔家里 想当面将情况说清楚 保姆告诉他 老板夫妇去剧院观看表演了 汤姆又追到剧院 把贝尔叫了出来 然而 贝尔却明确地表示 自己只想撇清关系 他还说 自己已经将两人的私情 告诉了丈夫 并且得到了丈夫的原谅 从此以后 他跟汤姆没有半点关系 汤姆见对方如此无情 跟他大吵了一架 两人最终不欢而散 汤姆走出剧院的时候 发现门口停着凶手的车子 他立即意识到 贝尔可能有危险 等他回到剧院时 已经晚了一步 凶手已经在暗处 刺死了贝尔 见汤姆折返回来 凶手露出了得意的奸项 接着就迅速逃离了现场 汤姆既震惊又难过 一时反应不过来 愣在当场 老板出来寻找妻子的时候 刚好看到汤姆满手鲜血 拥着妻子的尸体 误认为汤姆是凶手 开始大喊大叫 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 汤姆这才意识到 中了凶手的圈套 贝尔被灭口 自己也成了对方的替罪羊 这种情况下 真是白口莫辩 情急之下 汤姆只好匆忙地逃离现场 躲避警方的追捕 汤姆就是连环杀手的消息 很快就上了电视 这只替罪羊 成功转移了警方的注意力 几天后 真凶综发男又开始蠢蠢欲动 寻找自己的下一个目标 他来到一间酒吧 盯上了一位红衣长发女子 女子性感妩媚 很快成了全场焦点 一下子吸引了凶手的目光 女人看上去有些眼熟 但凶手一时想不起来是谁 也就没太在意 他悄悄查看了 女人放在桌上的钱包 探知了对方的家庭住址 之后 凶手提前一步来到对方楼下 潜伏在漆黑的楼道里 等长发女人出现的时候 凶手立即跳出来 从背后勒住了对方的脖子 女人开始激烈反抗 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一不小心 凶手揪下了对方的长发 这才发现 眼前的长发女人 就是之前从她手里逃脱的 短发女人丽莎 原来对方戴了一顶假发 凶手随即意识到情况不对 准备掐死丽莎 危机时刻 汤姆赶到加入战局 一番大战之后 丽莎和汤姆合力制服住凶手 警察也在此时匆匆赶到 原来贝尔死后 无处可去的汤姆找到了丽莎 丽莎之前曾意外得知 汤姆和贝尔之间有私情 也知道汤姆顶替了贝尔目击证人的身份 但她一直很感激 汤姆能够勇敢站出来 只认差点害死自己的凶手 为了替汤姆洗刷冤屈 丽莎也决定勇敢一次 两人发现 凶手最喜欢挑选 人群中最耀眼的女人下手 于是丽莎乔装打扮了一番后 来到酒吧引诱凶手露出破绽 凶手果然上大 汤姆也利用自己嫌疑人的身份 将警察引到了凶手行凶现场 故事的最后 连环某杀案顺利告破 真凶落网 汤姆不仅成功洗脱自身嫌疑 还因此遇到了一个真正爱她的女人 她就是丽莎 《卧创惊魂》是一部 戏剧可可时的学艺新走片 影片的灵感 也似乎来自戏剧可可的电影《后窗》 以现在的眼光看 本片故事比较简单和老套 但总体来说张弛有度 流畅工整 两位女演员也颇为养眼 你们说呢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电影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点赞加订阅哦 我们下期见